J2020国集团峰会即将登场 这次外界关注葛维19的拜席会 究竟会擦出什么火花 拜登表明这次会谈重点是要厘清红线在哪 周一中午12点半 拜登会先与印尼总统左科威会面 傍晚5点半才正式举行拜席会 结束后拜登预计在晚间9点半 单独举行记者会说明会谈的成果 表定拜登和习近平要谈四个小时 但有需要的话也是有可能谈更久 拜登上任后和习近平的对话 目前最长是三个半小时 中美预料将聚焦台海问题 并关切欧乌战争还有朝鲜半岛危机 其次才是应对气候变迁的挑战 会谈前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预告 美国已准备和中国激烈竞争 但并不寻求冲突也不寻求对抗 重点是如何进行负责任的竞争控管 但同时间白宫也试着降低 对会谈成果的期待 因为双方会后将不会有联合声明 因为双方会后将不会有联合声明 但对拜登而言 这次其中选举保住参院将有利于谈判 加上美日韩才刚举行三方会谈 纷纷强调台海稳定的重要性 虽然会谈成果可能有限 但中美愿意坐下来谈也是好事一桩 TVBS作为台湾唯一到场采访的媒体 将继续在现场带来第一手观察 TV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